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构成场上的五人 二加一的机会 这配合打得是非常的流畅 抓下篮本之后 其实陶汉林第一时间要去找高誓言 让高誓言去推节奏的 但是这个传球稍微出了一点问题 速度慢了一些 哈德森往篮下一切 张一梦 田宇 何思宇 刘伟和史仪 天津的场上五人 田宇是刚刚上场 张一梦 这一球造成犯规 哈德森在防守端可以看到 他倾注的精力还是比较大的 他是攻防两端都愿意致尽全力的 接球就投 给过来 球分的不错 哈德森又一个二加一 他倾注的精力 两边都是换人 我意思是 你确实从客观的实力来讲的话 天津今天是比较吃力的 相场比赛 哈德森也没打 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今天哈德森又上来了 球队让哈里斯更多的休息 赛前很多人都会认为 说哈德森会不会跟球队的磨合 有点问题 毕竟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现在来看完全没有问题 轮况有问题 外围漏掉了一个三分的机会 天津的三分还是非常准的 大花浪上来了 防守根本就交代不清楚 还是十一拿球 突然往里走 空切的队友出不了太好的机会 刘伟往里走 想转身陶伟林卡的位置非常好 林廷先到了篮下 机会出不来 最后是刘伟自己的出手 哈德森 分到底角 球没有拿好 重新来 再给回来 还是刘毅这边 投了一个过桥 方林上来给一个掩护 加击持球人快速分球 高诗言球没有拿好 今天几次把球给高诗言 就是好像总是会短一点 所以高诗言这边接球 不是特别舒服 只跟着再来三分 天津今天的三分确实是不错的 套这三分啊 现在还是能够把分差控制在各位 再分底角又有机会 刘毅 身边有点不感受 刘毅非常拼 真强 大家应该也能够听到场边了 你看刘毅两米一零的身高啊 正地板球那么积极 这是不容易的 先一会儿 就是大家看一支球队 不能够光看他的战绩怎么样 天津这支球队确实战绩不够好 但是呢 他们的表现还是让人比较惊艳的 就经常呢 你说他们输了球 但是在气势上其实并不输的 别过篮 篮下 又是一个二加一 石头帅过来补的时候 位置已经完全丢了 被挤到了篮筐的正下方 那你想做一些防守动作 根本做不出来 你看 小城保住了打三分的机会 贝勒宇 球队认对哈里斯 山东现在又 哎 错进错出啊 哈里斯已经过去要打反击了 但是球没有拿下来 反而是漏掉了 看得不错啊 球队能够平手 再到哈里斯特的手上 曾经现在防的是一个2-3 突破分球之后 又是一个3分 陈梅东的3分是不错的 当时拿技巧赛的冠军 其实跟他的3分减合是有关系的 这个投的太着急了一点 贾成并没有完成卡住位置 曾经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们防守端经常是盯不住人 包括现在守一个区域 守一个区域 他的比方收缩之后 他往外再弹回去 这次速度太慢了 他的防守轮转是有问题的 又一个篮板丢 定攻端靠着3分 还是将将够用的 但是防守端 这样的轮转太慢了 这球吹的是高晨岩的拉手 这球吹的是高晨岩的拉手 做得不错 有机会了 林平牵的3分没有 篮板球天津拿下来 又是高晨岩的反归 高晨岩他的抢断数据是非常好看的 但有的时候防守端 他跟对方贴得太紧了 太想给压力了 所以他的犯规有的时候会稍微多一些 当然这球面对施德帅 施德帅的重心确实比较高 他找机会去下手切球 这也不是说太大的问题 两人的配合打过来 打承担鼓 打了目前为止 时得帅3-1 拿了4分 还有一个篮板 好 琴琴现在换一个全场的防守了 给一些压力 漂亮 快信没有拿下来 这手怎么吹 紧不犯规 转过来之后 明明是多打少 但是太着急了一点 加油 加油 四元 可是确实没有动 确实没有动 对球的焦晓彤也收不住脚 看下林宁千 出左手 林宁千其实他的速度等等都不错 现在就是块力量对抗 这个还是需要再练的 险些失误 那么乱 明明可以三打零 你只有三打零 因为抢到一块就丢了 三打零 蓝板 揭 incense 田径现在的防守不错了 速度带起来 二打一 有了 田径这段时间 他们的去防守 慢慢找到了一些感觉 他们的内外收缩 速度变快了 特别是高先生拿球的时候 他因为在外围投篮 可能不是那么多 今晚说这个赛季 三分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但是对方还是选择性 让他凸不让他投 抱歉说错了 让他投不让他凸 所以这个时候 山东确实要做一些调整 小谷子过去以后 他可能要加女孩一样 林子你跟小谷子 你俩在这儿接着手 然后过去以后 司律你在这儿 司律你在这儿 林子你在这儿 你俩这样做 然后往 往那谁黄小石这层走 小石在这层 然后下去掩护 下去掩护 让你插在这 对方有假如往你压出来 是吧 对方回你被插 对方回你被插 是吧 你要接球的话 往这插 插球 走光的话 注意接球 这个你带着回来也可以 不要看见了 对方 不要往前跑 要入位置就接了个球 咱俠浩兰继续来关注比赛 山东这个时候就是要注意进攻段 不要太着急 因为现在对方的联防确实更有阻止力一些 看一下 海里斯这球其实打得不容易了 最后是完全靠着个人的能力 因为他的身高还比较不错 他的身高 哎 因为这个中心太高了一点 海里斯 再撑给小海龙 我刚刚说了 海里斯他的身高不错 海里斯身高1.98 所以真的到篮下之后面对一些国内的大个 所以他在高度上是不吃亏的 这球 这球 这样看是滑了一下 这个人要是迎不上来的话 他那边就黑了 放过来这边是天津要叫一个暂停 好 听说一下 还是打这个 还是打这个 前面都一样 前面都一样 但是现在有一个需要区别在哪呢 区别在哪呢 在你们压住阵子 要不要停一下 跟他一样 他一样 他一样 就不离开 小海里斯 他一样 小海里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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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尼克来来看一下 哈里斯 七中四拿了八分 第二阶剩下半局的时间 没动 先领防一下 一脚出机会 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出来 这个掩护呢 原本他们叫Danny Greencut 就是在底线 进攻队员会一般占一个或者两个 然后接球的球员其实是一种 挑无声息的到了这个底角 那等他防守队员的球员过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被挡得差不多了 关键就是你跑位到这个底角 一定要足够的隐蔽 我哪有 我呢 我呢 我这 我呢 还是犹豫啊 第一时间拿球要投的话 其实时间是足够的 然后再换外援 哈德森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再上 前中这边还换上了王美宇 让小高也下去休息一下 哈德森接球就投 王美宇的前上板拿下来之后 再是陈梅东这边 关门关起来 球分得不错 陈梅东又有一个三分 林子凯 林子凯其实也卸了不少时间了 超级啊 面对哈德森孟斯凯这个高度 可以往篮下多做一做 又是一个转换打成 三中这边 抓篮板之后 偷反击太快太坚决了 二下一 二下一 一 二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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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赛季呢 王文宇其实获得了不错的机会 球队是有意地在培养他的 分过来 哈德森身前没有人 这是不可以原谅的 哪怕你手连防的话 哈德森这边 你必须得多留心 而且你联防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对方 有一个非常准的三分球员 哈德森在场上 你不在意的话是怎么办的 今天打得也不舒服 刚刚就突破也没有 篮下再起也没有 哈德森节奏很舒服 速度并没有完全带起来 就是靠节奏在打 打得真的 皮膚挺俊住的 刚刚还架了 天儿 今天顺利 可以提前大卡下班了 第一阶段 超早结束了 看哈德森 孟则宇 忠刺宇 转过来有空位 孝产龙第一时间没有投 沈梅东再环过来 孝产龙身前没有人了 接球就投 打得有张反 已经拿了62分了 防守 绝防 加龙是7分 还是金星要自己来 这形式是哈德森为什么很多球迷会喜欢他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实力强 另一方面他在比赛当中防守 他花非常多的精力 很多是提前卡位置 那包括说这种下手 有一些外援就只负责得分的 防守端他叫节省体能的 但哈德森不是这样的 他真的是为球队在做事情 他自己往里走 底线被贾成卡住 这就是一个三人的防守陷阱 两人夹击逼迫你传球 第三个人就等在一个传球线路上 如果在底线的话 一定是防守人第三个站到底线上 又是制造事物之后打反击 这边是被犯规下来 你看一下 那这球 焦海龙一定是站住底线的 那如果大家印象当中 有一些球是 在三人的防守陷阱当中 能够传过来 一定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你必须在空中强行的扭转身体 再往另一侧 可能是45度角去传球 但这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是你选择突底线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谨慎 我现在可以 你会注意一下 第二个送的进 一次 来 干嘛 始仪 其实他的节奏控制还是不错的了 李明天 被陈北东盯住了 掏头 在这位置其实你的抛头 他的悬拦不住 前面被犯规 这球有效吧 又是一个二加一 你看 两个人在中线去加没有加住 山东这边还想要一个围体犯规 其实没必要 裁判是要看录像回放吗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这个球不至于围体 打球没有 这分差笨着30分去了 这次是一队一的突 没有机会给了一个征球 前一次征球应该是把球给 还是给天津的球选 我刚刚记得刘伟倒地的那个中球 抱歉是我记错了 继续来冠军比赛 谁帅 给了13秒 这球哪怕不给三秒的话已经非常接近走步了 防守完全的卡住了位置 而且在力量对抗上不吃亏 这脚步就很难耍起来 就是很多情况下 大家觉得一个球员 你的脚步好棒 其实是跟他的力量有关的 他的力量一定要占优 哈德森这就投 这个球啊 补扣 来自甲城 30分 这球打得不错 就是尽量的要增加盘挡 然后呢 出手速表加快 但其实这比赛有一段时间是精心一个人 想利用突破 因为这个赛季确实他状态好嘛 想去快速的追上比分 但这个方法呢 其实是不靠谱的 转过来低脚 陈梅东 再来尝试一个 又一个三分 而天津的球迷呢 也不要太失望 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天津很多战术 都是围绕着托洛罗维棋来打的 而且天津呢 他是可以打四截五人色的外援 所以可能在第二阶段 如果说他愿意的话 这个球队的实力能够直接再上去一次 全滑班 而且现在年轻的很多嘛 这样的话呢 上半场比赛先结束 双方的差距确实比较大 还是希望天津能够想出一些方法来 至少在竞争端要把稳定性提高一些 我们稍聚休息 带来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众朋友们 也不用再下半场比赛 继续 未经许